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元维系频道 我是赵士勋 今天我将继续给大家讲解 名家妙手系列 古力九段的精彩对局片段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呢 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了 古力的一个 非常精彩的一个屠龙的片段 也是充分的展示出 古力这个强大的中盘力量啊 那本期呢 将继续给大家讲解 这个就是在这种胜负关头 古力是如何处理的 那这盘棋呢 是古力对阵周贺阳 古力的白棋 也是在一个看上去 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局面之下呀 这个等于说 周贺阳呢 是在中盘阶段 给古力出了一道难题 那在这个时候 古力该如何处理呢 下面我们进入棋局 一起来欣赏一下 现在的这个局面 我们看是 双方在布局阶段 这个续盘刚刚结束 双方在布局阶段呢 是各自充分的 展示了他们的气风 那周贺阳九段呢 他是非常的稳健 非常的喜欢实地 那么他 再一上来 就是在右边和下边 都是捞取了一定的实地 那古力呢 他是当然是 很善战的一位棋手啊 他是在自己 这个我们看他左边 是他自己 势力范围内 还没有 还没有落子 双方都没有落子的情况下 在对方的势力范围内 就挑起了激战 然后现在呢 这个白旗是在上边 是有一块非常 可观的模样 那么这个棋子 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是 已经无疾而终了 那现在目前的形势 如果单从这个局势来看 肯定是白旗不错的 但是现在问题的关键 就是在这个中府的作战啊 双方在作战中 谁取得主动权的一个问题 之前的变化 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就是说在双方 在这个黑旗的势力范围内 进行纠缠的时候啊 白旗是靠了联班 靠联班争取出头 那如果白旗一旦顺利的出头 黑旗的这中间 这几颗旗子啊 就显得很薄了 比如说黑旗如果退 那这样白旗顶 无论你走什么 比如说你尝这个 那这最简单的 白旗这样一拱 这样一虎 这个局部来说呢 就是一个活旗 活得非常的干净 白旗如果活了 我们刚才还是说 黑旗这几颗旗子啊 就显得比较的薄 白旗随时一跳出来 这两个点都可以 一跳出来之后呢 黑旗就 黑旗自身就显出了这个弱点 那么 这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还有呢 就是刚才根据我们说的 这个黑旗啊 虽然看上去捞了一些实地 但这都是在它自身的 视力范围内 捞取的实地 那白旗这边 这个这么广阔的天地啊 这还没有落子呢 这边都是白旗的潜力 所以说现在的局势 也是让黑旗啊 容不得黑旗那么从容 黑旗也是一定要 这个 对白旗这块旗进行 这个制裁 进行猛攻 实战呢 黑旗 小坚 这步骑是 非常凶狠啊 虽然说周和阳 九段 他是一个 棋风很稳健 然后喜欢打太极拳 这个 喜欢拉锯战的 这么一个棋手 但是 在这个 你把他逼极了的情况下 你在人家的势力范围内 鼓励还是这么 可以说是 下的这么飘逸啊 这么 潇洒 那这个时候呢 对方肯定是要给你点颜色看看的 所以说周和阳 他是尖 当然白旗只好沾 这样黑旗在冲 这两步骑是 非常的凶狠 这个 指导白旗的这个 要害 旗型的要害 也是让白旗 这个局部来说 非常的痛苦 但这两步骑呢 其实从事后来看啊 却是这个 可以说是 直接导致黑旗 这个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样不骑的 有点过分 也可以看成是 白旗 我们之前说白旗靠联班 他设下了一个陷阱 他就等着 挖个坑 等着你进来 这个时候白旗该怎么办 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呢 白旗最容易想到的 肯定就是 某种方式的去联络 比如说 这个旗型来说啊 最正的旗型是退 但如果退 可以挤 可以沾 那么黑旗一断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看 这个很显然白旗是 这两块旗是已经无法兼顾了 呃 必死一块 这是肯定的 就是这两块旗是 至少是要死一块的 所以说这样的话 白旗也是 肯定是不行 也就是说你这个退啊 实际上连不上 退了之后人家还有几段 那我们再换一种 那就团这个 这不用说 这其实最简单 这黑旗直接就可以把它断掉 那这个打吃呢 黑旗可以沾 这没关系 这个断点不存在 这首先白旗自身器太紧了 这断点是不存在的 所以说呢 这个旗团也不行 那当然比如说你团在这 那更不行 那黑旗拐 这样的话呢 白旗就 就这两个点啊 还是无法兼顾 呃 从我们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来 就黑旗实战尖了一冲啊 这时候其实白旗已经被分断了 他这两手出来之后呢 这白旗局部已经连不上了 那这个时候 白旗该怎么办 这个鼓励这个起步是非常危险啊 啊 你刚才还是靠连班 还要反攻倒钻 还是将来梦想着有一天去攻击黑旗 那现在你这个直接就被人家冲 就要死了 这大龙都要死掉了 这时候怎么办呢 啊 这也是这个周和阳留给鼓励的一个课题吧 那白旗如果要是想做活的话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还是可以的 因为黑旗这个地方是存在 一定缺陷的 比如说白旗间 嗯 黑旗只好沾 这样白旗冲 啊 这个旗黑旗也是只好沾 嗯 沾这个不行 沾这个的话 他一挖 啊 这个地方刚好是一个步入器 那这步入器 黑旗就 旗筋就被吃掉了 所以他冲的时候 黑旗就只能沾这个 白旗 一把吃 这样呢 局部来说白旗是可以做活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比如你要灭我这个眼 那么白旗可以比如说这个团先手 啊 最简单的 比如拖 啊 拖了之后 呃 如果最简单的就打吃了虎 这就是能做活的 这样是能做活的 呃 退一个呢 应该也可以 退一个的话 这暂时黑旗也不敢吃他 那么如果补上面的话 比如说这只能补一个 这样白旗间 这也是可以做活的 但这个 即使做活了 这旗 这个也可以说是下完了 因为这样黑旗先手通过攻击白旗 黑旗先手把自身的这个完全连后 啊 完全连成一道铁壁 啊 不仅如此 这个下面完全实地化 那这个收获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局部来说白旗亏了两手起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黑旗 拿这个后视作为背景 白旗这边的这个势力也都不放在眼里了 甚至直接就把这个子跑出来都可以 所以说这样呢 其实这个 白旗啊 也是完全不能考虑的 虽然能做活 但是这个结果是 绝对不行的 啊 那这个时候呢 你说这个连也连不上 做活也不行 那么我干脆弃了 转换行不行 比如打吃 那这个当然也不行 这黑旗就把它端 因为这个旗啊 虽然你收获不小 但是 白旗这堆旗子还是太重 这堆旗子如果死掉的话 不仅是木树问题 而且黑旗 关系到这个厚薄 黑旗全都厚 全都连后了 还是这样 黑旗只要都连后了 那白旗这边的潜力 也就不放在眼里了 所以说这个结果呢 这白旗也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那这个时候 黑旗呢 下出了超强手 那么也是 可以说是白旗也是完全没有退路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 白旗也必须要以 这个以暴制暴啊 以强手进行还击 才有可能这个扭转局面 我们来看一下鼓励实战 鼓励实战是下出了一步 非常精彩的一手 我相信大家如果要是有一定骑力的旗啊 这时候可能也会看出来啊 这招旗 可以说是见缝插针的一手 就是黑旗 现在这个旗行来说 只有一个弱点 那被白旗实战激敏的捕捉到 就是这个腕 这步旗实在是太精彩了 这步旗下的实在是太妙了 这步旗是彻底的 这个打碎了黑旗 去进攻白旗的美梦啊 可以或者说是吃白旗的这个美梦 不仅如此 这招旗一出 让黑旗反而变得非常的难过 黑旗很为难 黑旗自身的旗行 突然之间就 可以说被白旗一挖就崩溃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时候黑旗有几种下法 比如说 最简单的 你如果是打这个 那么它这一段 这样你如果 接这个 接白旗一挖 这样呢 黑旗就已经不行了 这个非常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黑旗呢 本局部来说可以飞出 但这样白旗只要冷静的一并 这并是绝对的先手 其实小肩也可以 总之 这也是绝对先手 你不走的话 这一冲 就冲死了 再一场 那这很简单 这黑旗这四颗旗子 这个旗金就被白旗吃掉了 所以换句话说 白旗把这跑出来之后 黑旗这两块旗被分断 那么是 必死一块 这是打这个 打这个不行 我们再来看看 打外面怎么样 打外面的变化呢 比这个稍微复杂一点 但是也好不到哪去 这个黑旗也是不行 白旗退 那这个时候 黑旗当然这个断点是必须要防的 比如说你走这个 那这个时候 大家看看 这个时候有一个妙手 也是不难吧 可以说也是很简单的一手 那就是直接挖这个 如果断的话呢 黑旗可以这样吃出来 这断不好 那这 但是这白旗可以挖 这还是黑旗气太紧 由于黑旗气紧啊 这一挖黑旗旗金就被白旗吃掉了 打这个 我就跑 这没用 这你沾上的话 我一沾 这还是不入气 你如果接这个 白旗断 的确这能把白旗吃掉 但是这个 很简单啊 大家一看就看懂了 这从后面一吃就可以了 黑旗的旗金就被吃掉了 那其实白旗呢 还有一种 就是它更简单 它这个时候 它先挤一个就行了 这样你连这两个子都吃不掉 这个旗也是先手 不走的话被白旗断掉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白旗挖了退 这个局部变化 大家可以仔细的去分析一下 挖了退的时候 黑旗这个不能连 连在这边是不行的 黑旗只能去连在上面 比如说沾 那这个时候呢 白旗这一冲 也是让黑旗 这个痛不欲生啊 这冲也是考验黑旗 你如果沾这个 这是没问题 可以连上 但是白旗最简单的 它一挤 还是你这个两个子的旗金就被吃掉了 这个非常简单 如果最强的你拱在这 拱在这 但是很可惜 这也不行 这样白旗就直接连根给你断掉 就不客气了 这样白旗是不能挤了 因为它这个是先手 但是直接断就可以了 你打吃 非常 白旗顶 这样黑旗呢 这个整体的旗金就被白旗吃掉了 所以说这一冲 是让黑旗痛不欲生 这冲之后呢 黑旗这个 这四颗旗子和这两颗旗子 已经无法兼顾了 就是必然要被吃掉一遍 那白旗当然也就不存在这个做活的问题了 直接把你旗金吃掉 这样白旗自然就做活了 那么 也就是说 哇 你打这边的话呢 白旗会 你接这个和接这个也都不行 也还是都不行 那有人可能会问我虎这个怎么样呢 这个就更简单 这个黑旗断 黑旗只有打吃 白旗长 黑旗斩 这时候白旗拐吃 你斩 这样白旗只要简单的一场 这黑旗就是整体都会被白旗吃掉 因为这个白旗拐呀 是绝对的先手 所以说黑旗这边是跳不出来的 那么这个大块就被白旗吃掉了 那也就是说 这个挖室 如果黑旗下在这样 下在外面打吃的话 像这个结果呢 黑旗已经崩溃了 这局部来说 黑旗这个两颗就白下了 那也就是说 这样也是不行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 黑旗呀 这个时候还有一种下法 是最顽强的 我觉得是最顽强的下法 就是团在这儿 这条旗很有迷惑性 这条旗呢 就是如果白旗冲 黑旗打吃 沾上 这样是不行的 这个可以吃掉白旗 所以说白旗如果直接走 这个是无法分断黑旗的 直接冲这是不行的 但是白旗呢 还有妙手 这时候呢 白旗还有就 比如说你直接冲打吃 大家可能会细心的起 可能会看出来 说这个时候 白旗可以从后面吃 黑旗沾 这个黑旗气紧 白旗可以打吃 这个下法是没有问题 本身没有问题 可以吃掉黑旗四颗旗子 但是这不是最佳的结果 这样的话黑旗提 白旗虽然可以把黑旗提掉 这个我就不拿了 这四颗旗子就不拿了 但是这样的话呢 黑旗比如一飞 这样右下角全部被黑旗吃掉 这个白旗的损失也是非常巨大的 这损失也是非常惨重的 所以说这个结果呢 是一种转换 这是一种转换 这不是最佳的结果 不过这个时候啊 白旗还是有这个妙手 我们来看一下 白旗的妙手就是直接挖 这个比我们刚才的结果 白旗要便宜了一手旗还不止 直接挖是先紧黑旗的气 这是妙手 你如果还是打吃 那么我这个时候直接把你四个吃 你再提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刚才是轮黑旗下 黑旗把白旗飞死了 那现在这时候轮白下 白旗这个随便打吃也可以 跑出来也行 那这个本身局部来说就是转换 那你这边又亏了一手旗 这就黑旗就断然不能接受了 所以说这个旗呢 白旗可以挖 挖的时候黑旗不能打吃 那你不能打吃的话 这黑旗就只有接 黑旗只有接 那这个时候白旗再来继续打吃 把黑旗的气全部打紧 黑旗还是只有接上这个 这样白旗再冲 打紧之后再一冲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 黑旗这个变成了不入气 这个地方进不来了 那么如果打吃 接 这样呢还是一样 这白旗断 黑旗这四个子 和这外面这一坨子 是无法兼顾了 这旗金白旗是必然可以吃掉一遍 那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 黑旗的这个看似最强的抵抗啊 就是在白旗挖的时候 黑旗的这个团也是不行的 也是不成立的 这团白旗还有妙手 就是继续挖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挖一个实际上是 就这一招旗啊 黑旗的这个旗形 就已经被白旗击破了 这已经黑旗碎掉了 实战中呢 黑旗是无奈 这个没有办法 选择了一个转换 但这个可以说是 可以叫他去转换 但这个基本上也是 不成比例的转换吧 实际上黑旗觉得这个不能再被白旗跑了 提掉 那黑旗之前我们刚才说气势汹汹的肩出来去冲击白旗的弱点 但最后结果怎么样呢 自身反而这两颗旗巾被白旗吃掉 不仅白旗做活了 目数很大的做活 而且这个地方将来一大师 还留了一个这个非常大的弱点 这样的话呢 而且黑旗这个看上去提了一朵花 但是其实也没有完全的好 这个旗也没完全的做活 将来还有可能继续被白旗攻击 所以说像这个结果 那是白旗大大的成功 可以说是鼓励通过这一个妙手吧 也是早早的奠定了这台旗的这个盛事 之前我们也说过 这个奸啊 这个奸是看上去很凶狠 但实际上呢 它有可能成为了这个本局的败招 那也就是这么一个原因 黑白旗有这一挖 通过这盘旗呢 我们可以学到 就是说在下旗的时候 尤其是面对这个危险局面的时候 一定要冷静的去判断局势 有的时候呢 需要以攻为守 像这盘旗就是很好的例子 你自己已经处理不好了 无论怎么下这个旗行都下不好了 那这个时候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冲击对方 利用黑对方的这个毛病啊 帮自己去下好 那这个挖也是一个绝好的例子 还有就是说 对冲击对方旗行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要下的这个 怎么说呢 这叫做出手要狠 不能下俗手 比如说你要先挤这个 这就不行了 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个我挤了再挖 这就不行了 你挤了再挖之后 人家就接在这边了 这个断就不厉害了 断它直接吃出来了 所以说就是这么一招旗 这个一招旗的差距 那也就是导致了这个 局部的这个变化是 行与不行 其实就在于一招旗 那么这盘棋呢 我觉得也是给我们大家一个 很好的一个例子吧 是鼓励下的非常的精彩 好 那么本局的内容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 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好的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还是简单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下一期要讲解的内容 那么这盘棋呢 是由鼓励直白对山下敬武 是2008年的英试碑 比赛上的一盘精彩对局 那么这盘棋呢 也是下的非常的精彩啊 尤其是在这个 我们即将看到的这个局面 山下敬武是一名 这个日本棋手当中 非常有名的栗战派棋手 他在日本的国内成绩 是非常的好 但是现在目前 日本整体的实力 是比较中韩来说 是有一定差距的 所以说他在 日本棋手在国际比赛中 表现一般来说 都不是很理想 但是山下敬武呢 这名棋手 他是非常具有实力的 在这盘棋 也是给鼓励制造了 很多的麻烦 那现在我们要讲的 这个局面呢 就是鼓励是在一个 实地比较 这个堪忧啊 是个实地不足的局面下 如何利用他这个精彩的手段 去实现一个 这个逆转 好 下面我们进入棋局 一起来看一下 那这盘棋呢 是鼓励的白棋 在开局阶段 双方就杀得很激烈啊 我们刚才也说过 山下 虽然说是日本棋手 日本棋手一般来说 都是比较 这个棋风比较稳啊 都是以这种平稳著称的 但是他是一个 比较另类的棋手 他的棋呢 是很有力量 一上来 这个山下就把中复啊 鼓励的这一堆棋子轻货 之后呢 又把右下角 这个围得很大 那现在的实地来讲 是黑棋明显 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但是白棋呢 现在是有 这个在上面啊 毕竟有很多 没定型的地方 有很多这个未知因素 白棋是有 很大的潜力 在之前呢 白棋是鼓励啊 是下了一招这个拐 这部拐是 很深厚的一手 功力很深厚的一手 首先他把这几颗棋子 牢牢的吃尽 本身价值就非常的大 再一个呢 他是 这个 把黑棋的气啊 走得很紧 大家看 这个黑棋局部 这个刀把舞 这个气是非常紧的 嗯 虽然说是白棋 这几颗棋子 暂时是不好跑 但是 嗯 如果你要处理不好的话 这个也是有这种 暴动的可能性 那实战呢 黑棋他肯定是想 想办法补一个 嗯 他呢 是在这拐 啊 他的想法很好 就是说 如果白棋跟着他走 比如说白吃一个 这样的话呢 他再补 啊 比如说他再补一个 这个拐一下子就是先手便宜了 嗯 这条棋也可以说是间接的补齐吧 因为他这一拐之后 把这个断点防住了 把这个断点防住了 而且他这将来可以吃三个子 是很厚的一手 但是这条棋 呃 有点过于一厢情愿了 他是希望能走着之后再补 啊 这个是 这个想法错了 那 鼓励呢 在这个时候就是迎来了绝佳的一个 呃 时机 也不能说是 刚才我说是翻盘啊 可能有点不是很恰当吧 因为这时候其实形式 呃 没有到这种 这个 这个白起啊 没有到这种很悲观的这种状态 呃 也是一个 呃 差不多的一盘棋 就是形式来说也差不太多 那么就是 该如何 可以说是如何的一举去 取得优势吧 啊 这个时候呢 显然我们刚才讲了 这黑起拐这个 既然说他脱离主战场 那么主战场在哪 就是一定是在中府 那白起呢 就一定要想办法去利用黑起中府的这个气景的弱点去做点文章 那比如说你最简单的打吃这个 这个是一种下法 但这个下法有点 就是说这个 就太简单了 这个打吃人家就接上 那你如果只是为了吃三个 那么这实在是不值得 就没有意思 那你吃三个看上去挺舒服的 但是这个本身白起已经非常厚了 这只不过是后上加后 那么黑起比如说再把这三个吃掉 或者说他再去挂脚 都可以 这个白起就显得太没有追求了 但是你如果直接想把这几个子活出来呢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比如说你这个打吃是先手 这样打吃是先手 但是这个没用啊 这个人家只要从外面一打 这局部肯定是活不了的 那如果要是想给黑起制造一些麻烦呢 比如说可以这样挤 但这个挤也是不太成立 如果人家就简单的退就可以了 这样黑起只要把这边气景的毛病给他护住 这边白起局部来说呢 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的 这样呢 这个比如说你再长 在这里其实黑起都可以脱先了 黑就可以把这跳出来 因为这个地方黑起的断点是不存在的 所以说你这边无论怎么跑 它都跟着你拐出来就行了 这样白起呢是折腾不出什么东西的 是不行的 那就是说白起直接做活不行 去这样挤一下 这个搞出味道呢 也不是很成立 那么这时候白起就需要有一种突破性的这个手法 怎么样去给黑起制造比较沉重的这么一个打击 好 充分的利用黑起气景的弱点 当然我们也说过 绝对不是 这个黑起气景绝对不是这三颗起子气景啊 这三颗起子已经不是气景了 它是无关紧要的 所以说白起从思考方法来说 就是要充分的利用这几颗残子去做文章 这个局部该如何出手呢 也希望大家做一番思考 好 今天主要是给大家讲解了一盘这个鼓励 对周赫阳的一盘对局 在对手这个对自己法器猛攻的时候 该如何处理 该怎么去思考 鼓励也是给我们做了最好的一个诠释 就是在自己无法防守的时候 那么只有一条路就是什么 就是反攻 也是不论从这个思考方法上 还是手法上都是非常的精彩 好 本期的内容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